怎么样 到底哪儿受伤了 让我看看 说呀 哪儿 这儿 这是旧伤 阿姨 你什么时候那么娇气了 旧伤也会疼的 你伤害放在哪儿 没有伤痒 行 我去帮你开点药来 你别去 我这个伤离不了人的 有我在 定不如小神俊的一生 被你给担了 好 那我再跟红臭大人 坦白地说一遍 我就是喜欢阿静 无论他是人 是神优或是仙 我就是喜欢他 他不会在乎 出身地位这种俗世 倒不像红臭大人 明明出身神剑 却活得斤斤计较 半分神气都没有 我们阿静的心思 让他自己做主 若说没有别的事情 我可就先走了 告辞